我們看這題目 這雙曲線γ 這是它的方程式 是求下列各小題 那麼首先呢 這雙曲線γ 方程式為 9x平方 -y平方 加36x -12y -9 等於0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先 提出9出來 這是9乘以括號 這是x平方 然後這裡提出9呢 這剩下是加4x 那為配成完全平方4 我們這裡呢要加上 4除以2再取平方 所以這要加4 那接著 減掉 這裡呢 括號 這裡寫y平方 那這裡呢 我們要寫加12y 另外 那為配成完全平方4 我們要加上 12除以2再取平方 所以呢 加36 那麼這等於 一開始這一項過去是9 但是呢 乘開的時候我們這裡呢 加36 所以這裡 也要加36 那乘開的時候這裡有減36 所以這裡呢要減36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9 乘以 這x加2 括號的平方 減掉 這是 y加6 括號的平方 然後這等於9 所以呢 等號兩邊 同除以9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是1分之 x加2 括號的平方 然後減掉 這是9分之 y加6 括號的平方 然後這等於1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一個 中心點坐標為 -2 -6 的左右形的 雙曲線 那麼我們畫一個減圖 在這裡 那這時候呢 中心 坐標會是 這是 負2 負6 那由這裡呢 我們得知 這a平方 是等於1 那a 是等於1 那b平方 是等於9 那麼 我們可以算 這c平方 是等於 a平方 加b平方 我們直接寫 1加9 這等於10 所以呢 我們會得到 c 是等於 更號10 所以呢 第一小題 我們要求 中心坐標 那我們先標示在這裡 中心 坐標是 負2 負6 這個答案 那 頂點坐標 有兩個 那因為我們算出a等於1 所以呢 我們從中心 往右一個單位 那麼 x坐標要加1 所以這個點的坐標呢 我們會是 負1 負6 那麼另一個頂點 在這裡 我們是由中心 往左移動 一個單位 所以呢 x坐標要減1 那我們就得到 這個點的坐標為 這是 負3 負6 這個答案 接著 第三小題我們是要求 兩焦點的坐標 那因為c等於 更號10 所以呢 我們由中心 往右移動 更號10 的單位 那假設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呢 坐標會是 負2 負2加 更號10 然後Y坐標是負6 那麼另一個焦點呢 是由中心 往左移動 更號10的單位 那假設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坐標會是 負2 減 更號10 然後這是 負6 這個答案 那接著呢 第四小題我們要求 正焦懸場 那麼正焦懸場呢 是 a分之 2b平方 所以呢 我們 要計算 a分之 2b平方 那麼 a 我們是以 1帶入 那1帶入我們就不寫了 那這裡是 2乘以b平方 那b平方是9 所以2乘以9呢 這是18 我們就回答 正焦懸場 為18 這個答案 那接著呢 我們要求 兩 漸進線 方乘4 那我們可以由 這個式子來處理 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再來做處理 那麼 我們由 剛剛所寫的 這是9 乘以x加2 括號的平方 減掉 這是 y加6 括號的平方 等於9 開始處理 我們要求兩漸進線方乘4 那這時候呢 我們令 這裡為0 那麼也就是 9乘以x加2 括號的平方 減掉 這是 y加6 括號的平方 等於0 那麼這裡呢 9我們看成是 3的平方 所以把平方提出去 那3可以直接乘進去 那寫成是 3x 加6 括號的平方 然後減掉 y加6 括號的平方 這等於0 所以這時候這是 平方差 的形式 那麼 我們是 這裡面兩個相加 乘以裡面兩個相減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寫下 這是 3x 然後加y 我們先寫 然後加6再加6 這是加12 乘以兩個相減 這是3x 然後減y 我們先寫 然後加6 再減6 所以消掉了 因此呢 這相乘 這等於0 所以呢我們會得到 兩漸進線 方程式為 3x 加y 加12 等於0 以及 一個是 3x 減y 等於0 這個答案 第六小題呢 我們是要求 Gamma上 認一點 到兩漸進線的距離 的乘積 那麼根據公式呢 我們要求的是 這A平方 乘以 B平方 去除以 這是 A平方 加 B平方 那麼這等於 剛剛我們有算出 A平方是1 B平方是9 所以這裡是 1 乘以9 然後去除以 這是1 加9 所以呢我們要回答 這答案是 10分之9 這個答案 所以呢 從第1小題 到第6小題 我們回答 這答案是 第1小題 中心坐標為 -2-6 這個答案 第2小題 低點坐標為 -1-6 以及-3-6 這個答案 第2小題 交點坐標為 -2加 10-6 以及-2-10-6 這個答案 那麼第4小題 正交全長 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18 這個答案 那第5小題 兩漸進線方程式 我們回答 一個是 3x加y加12等於0 一個是 3x-y等於0 這個答案 那第6小題 Gamma上 任意點到兩漸進線的距離 的成績為 10分之9 這個答案 我們先接下 9分之9 在這個答案 有甚麼答案 我們先接下 到1個答案